OK继续 我们讲一下查询总数 查询总数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我们要查询一个blobs总数 这样的话我们就写一个selectcount count是个函数 然后这里面呢 count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id 就是我们 这里面我们完全可以写一个星 比如说我们先写星 fromblocks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好查询之后 它下面这个列是count星 然后它不是很好对吧 我们可以写一个is is就是iscount 但是这个count呢是一个关键字 这样的话我们执行困定会报错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不然就加一个反的代引号 给它引起来 OK这个地方就变成count了 对吧它是个别名 用is来写个别名 要不然比如说我们叫一个 随便写个叫sam什么之类的 Number之类的也可以 可以用别名 sam这个词好像是总和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用count 然后这个地方 用count星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和我们上一节讲的 这个就是select星 还有说select一个 就是select单独的列 它这个性能的问题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count里面不要写星 count写星的话 它会查出所有的列 然后算 我们可以写一个id 就说我要的是一个总数 我查总数的时候 我只需要查出一列来 然后把这个列的这个数量加起来就行了 这就是我的目的 对吧 我没必要把所有的列都查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的效率会高一些 好 那我们的blobs确实是有四行 对吧 有三行 所以说总数是四 这是总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去分页 四行 比如说我们 假定说一页是两行 对吧 一页是两行 虽然说这个一般情况下 一页不会是两行 但是我们这数据量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就假定一下 道理是一样的 一页是两行 还是一页是二厂 这个无所谓 道理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要查第一页 倒取查 就是从新插入的网 之前的要查第一页 第一页的数量是2 所以说我们就写一个 select星 from blogs 然后order by iddsc 对吧 就是我们查询 比如我们现在就执行一下 好 我们查询 blogs 根据id 道具排序 这样的我查出来的是所有的 对吧 所有的是 那肯定是四行 那我们说分页 我们第一页要查两行 对吧 然后我们就有limit 二 就是我们限制两行 大家注意看 限制两行 查的话 好 它返回的就是五和三 对吧 五和三就是说 我们返回最新的两行 这就是第一页 对吧 OK 那 如果是说我们要查第二页 或者第三页 怎么办呢 我们就以第二页为例 我们继续加一个offset offset 二 也说我们每次查询 限制两行 offset 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跳过两行 大家想一下 我们每一页是两行 我们跳过两行 再查两行 那肯定是第二页 对吧 好 我们查一下 好 出来的就是二和一 对吧 那个三和五都已经被跳过了 所以说这是第二页 那如果是第三页怎么办呢 那就是offset 四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第三页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offset 四 然后如果是再往下查 就是offset 六对吧 总之就是乘以二乘以二 加上二加上二 这样的继续往下 就是下一页 下一页 所以说 我再改成二 所以说从数据层面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它是怎么去把这个第一页 第二页 这种分页 还有这个count 就是计算总数的这个地方 该是怎么实现 对吧 OK 那这一节PVT就算讲完 我们这儿再啰嗦一句 就是我们在这儿用那个扣端去做查询 其实我们在接下来做实际的这个微博项目中 不会用到这个cycle语句 我们会用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个cycleize 就是一种API的形式来去操作 一种ORM的形式来去操作 但是呢 这种资产改查 或者说怎么去查询总数 怎么去分页的这种基本的这种cycle语句的实现的样子 大家还是要知道 要不然的话 你根本不明白 封装好的那个ORM的那个框架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对吧 你现在明白了 在数据库存它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再去用一些封装的工具 然后你就会顺其自然的去用起来 对吧 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它封装了一下而已 这个事情呢 是后话 那我们再讲到的时候 我们再说 OK 那我们继续 外界 外界这个呢 我们在我的上一次Nodal Jetsco是没有讲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儿必须要讲 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我们就是微博的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这门课的这个项目 它的数据关联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就上一次讲的那个Nodal Jetsco的那个课 它只有两个表 学校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只有两个表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微博的这个课呢 它有四个表 而且四个表之间的数据关联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外界这个外界给大家讲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 创建外界 然后更新限制和删除击连 然后呢 是连表删除 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懵啊 到底什么是外界 你就创建它 对吧 大家回顾一下啊 刚开始鉴表的时候 我们说过 我们创建Blogs表的时候 我们再回顾出来 创建Blogs表的时候 就看这个吧 Blogs的这个UserID 我们说过 对吧 它是对应到UserID表的ID 对吧 这个应该是记得啊 因为刚刚讲过不久 但是我们之前都是一种口头约定 就是我们在插入这个InzertBlogs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说 只能插1或者2 是吧 因为现在用户只有ID是1和ID是2 我们插个3 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行的 但不行归不行 总会有人去干这件事情 对吧 特别是项目大了之后 你这个信息同步不及时 肯定会有人干这件事情 那他万一干了 该怎么办呢 那没法办 对吧 按现在的形式是没法办 差不多就差异了 只能靠人肉去定期的查一查 是不是有一些非法数据 但这样肯定是不靠谱的 对吧 因为我们做这个 最底层的这个数据层属 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数据关系之间 要连接的比较纯粹 连接的比较严谨 对吧 不能有一些混乱的 荣誉的数据 要不然的话 你开一个口子 然后你接下来的这一个数据 就越来越不好维护 对吧 而且你数据库你不可能纠缠两个表 对吧 你现在两个表就已经乱了 你要是再弄20个表 那你就没法用了 对吧 所以说基于这样一种条件 这样一种前提 就是说我们这个userid这个列 必须对应到这个users的id 所以说我们就件外件 这就是一个背景 然后出件外件之后 它会有更新限制 什么叫更新限制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说只能差1或者差2 对吧 那我们如果件外件之后 我们再差3 它就会报错 这样的话就从根本上来解决了 这个数据不一致 或数据互乱的问题 你想插个非法数据 那对不起 那不让你插 数据库层面就直接报错 所以说 这就是更新限制 然后删除几连是什么意思 删除几连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先全部查一下 所有的博客数据 我们这个地方有用户 用户是2 或者是用户是1 对吧 就是两个用户创业了四条微博 比如说 有一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用户是2的 这个李四这个人给删掉了 这个用户被拉黑了 直接从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就清除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联动 清楚他所发布的微博 对吧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对吧 虽然说我们实际情况中 用户数据不可能删掉 但是我们就举这么一个例子了 比如说 那肯定是有其他场景需要删数据的 那你删了这个主数据之后 你的其他附加的数据 要跟着一块删除 对吧 这样的话你要干嘛 如果是不做外界的话 你需要去人肉来保证 比如说我用人来检测 删完用户之后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博客要删 我再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表要删了 这样的话 这个机制就又类似于说 我们这个地方 用人肉来保证 不能写三 对吧 这样的话是很容易出错的 所以说我们进了外界之后 它就会有删除纪念 删除纪念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用户一旦给删掉 它对应的外界 对应的这个所有的列 都会一块给删掉 不用你操心 只要你把它连起来 那一块删掉 这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连表查询 连表查询 就是说 我们在进完外界之后 确定了关系之后 我们可以一次性查出 两个表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只能查一个表的信息 就是Blogs表的这个信息 对吧 它的用户ID是2 用户ID是1 但是我们真正要显示 这个Blogs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显示 用户名和捏称 对不对 我们不能显示个用户ID是1 这样的话 页面上显示一个 用户ID是1 谁知道这是谁 对吧 所以说我们查出了 用户ID是1和用户ID是2 我们还要到用户表中 再去查一遍 这个用户到底是谁吗 这显然是要查两步 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吧 这样很浪费效率 所以说我们就一遍的 把这两个表的数据 全部查出来 然后全部返回给前端 然后前端窄不窄包之后 显示出宝课的内容 然后显示出用户名 显示出用户的昵称 这样的话一步到位 就挺好 对吧 OK 那这些下来呢 我们就挨着去 把它给做出来 这些下来呢 我们会准备下来